蓝花的名字就以我赖清德为名 让世世代代的人都知道这个赖清德蓝 市民这么敢念我 我又怎么好忤逆市民的意思呢 以后台湾的蓝花就用赖清德来命名 叫做赖清德蓝 台湾的菊花就用陈菊来命名 叫做陈菊菊 然后菊花的花农跟蓝花的花农 两边可以一起来混种杂交 然后来做出一种属于台湾的品种 最有台湾价值民主的品种 命名呢叫做叶菊兰 菊花兰花菊兰花都有了 充满台湾价值的这个花 然后再开一个 台湾国花 对对国花 然后再建国花是不能建 建国可以建国可以 我笑死了 每个礼拜天不是有建国花是吗 就在建国花是 这个这个整个 哦 feel太好 我讲讲的都嗨了 把这三种花 放在建国花是 整个来盛大的展出 台湾 建国 不远了 台湾价值100分 有一个兰花的花农 他种兰花 他觉得赖清德当时在台南市当市长 对我们这些花农实在太好了 我这个花农我太敢念我们这个市长了 这个怎么市长这么好 所以我辛辛苦苦 我培育出来的这一款 新的这个兰花的品种 我还去登录哦 登录这是新的兰花品种 RHS登录哦 那我要把它命名 用我心里面最钦佩的赖清德市长 当时是市长的名字来命名 叫赖清德兰 那我也有问当时的这个赖清德市长 愿不愿意 赖清德市长 市民这么敢念我 我又怎么好忤逆市民的意思呢 就让你来命名吧 兰花的名字就以我赖清德为名 让世世代代的人都知道 这个赖清德兰 就是纪念我赖清德的 这个这个故事 好如果首先我讲 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啦 就就假如啦 这个故事是真的 就是这个兰花的花农哦 他辛苦培育了一款 新的这个兰花的品种 那他太感念这个 当时的赖清德市长的恩德 就是赖清德市长 对我们兰花花农太好了 我感觉你就是我心里面的太阳 那他想要把兰花用赖清德的名字来命名 那你赖清德你就接受了吗 你你怎么就接受了 就用用用我赖清德的名字命名 好啦好啦OK可以 我想民进党啊 民进党里面这些人 他们当时啊 打着这个反国民党的权威啊 犯独裁啊 这口号起家 然后打倒权威 打倒独裁 其实权威独裁的种子 就在他们的心里面 发芽茁壮的成长 赖清德心里面就是他最讨厌的那个独裁者的样子耶 他根本就完全就是他心里面 当初最讨厌的国民党独裁者的那个样子 赖清德兰 OK感念就叫赖清德兰 我记得我小时候 听过一个故事 我相信很多台湾人应该也知道 大家应该有去日月坛玩嘛 日月坛 日月坛里面有一种鱼叫总统鱼 总统鱼它好像是日月坛里面的鱼嘛 然后那个鱼肉质很好 那据说当年的老蒋总统 老蒋总统就去日月坛旅游嘛观光 然后就吃到这个鱼就 肉质鲜美鲜嫩赞不绝口 然后呢这个当时日月坛当地的人就 老蒋总统这么喜欢这款鱼 这个鱼啊鱼有荣烟 这个鱼好荣幸啊 所以这个鱼本来叫什么名字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我们就要把它叫做总统鱼 因为老蒋总统喜欢他就叫总统鱼 这个时代背景呢是威权时代 老蒋总统蒋介石总统 蒋中正了蒋中正自介石 蒋总统老蒋总统的时代的台湾背景 他去游日月坛 然后有一款鱼他吃的很好吃 当地的这些鱼农吧 当然就鱼有荣烟 这鱼本身鱼有荣烟 就叫总统鱼 总统鱼 结果这个故事到现在 就是赖清德兰 赖清德兰 赖清德兰 有什么两样 不就是这样吗 当时的总统鱼会是这个 蒋经国 蒋中正 叫说这个鱼好吃 就叫它总统鱼嘛 也不是嘛 还不是大家为了就是什么 该怎么讲 就是权贵嘛 就想要攀龙赋奉的那种感觉 想要让这个品种本身 就能够更 更发光 主上发光 就以前那种中国人 心里面的那种 攀龙赋奉的心 就是当年的这个皇帝时代嘛 比如说什么乾隆皇帝曾经来这里 意游啊 这里就叫皇帝庭 不就是这个故事吗 那赖清德兰 这个叫赖清德兰 老蒋总吃过这个鱼叫总统鱼 它基本上还是一个皇权时代的思想 民进党发扬的非常非常的光大 清除于兰胜于兰 做的比这个国民党还好 来不只是这个 这个民进党 老蒋总统那个时代 赖清德现在承接了这种风气 现在呢还有一个国家也有 我们来看 金正恩造神又添一笔 以其命名的大学 首次在媒体亮相 好 北韩出现一所以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命名的名字的大学 叫做金正恩国防综合大学 金正恩用他自己的名字 也命名了这个大学 我不知道是金正恩自己说 你们这个大学要用我的名字来命名 我觉得不一定是啊 但是他们这些人就叫做揣摩上意 反正金正恩也不会反对啊 那我们就让金正恩的名字 来命名这一所国防大学吧 好不好 那这个 除了这个北韩除了有什么金正恩 国防综合大学 还有以金正恩的父亲 金正日名字命名的 金正日军政大学 很多 我们台湾也有很多中 也有中山大学啊 对不对 纪念这个孙中山的 对不对 中正大学 纪念蒋中正的 对不对 好 金正淑海军大学 金测空军大学 金亨树军医大学 反正就是金家王朝啦 就是这样啊 这是北韩 北韩也来搞这一套啊 那我们台湾啊 也有赖清德兰 所以我真的觉得 也也也 什么民进党 你们这些支持者 也别别在那里什么 瞎逼逼什么 我们多么自由民主 我们多么开放 我真的觉得越看越恶心 那越看真的越恶心 有的时候讲喔 就是 出来卖的不恶心 因为我怕被黄标 所以我就讲的委婉一点 出来卖的不恶心 但是出来卖 你还要挂贞结牌坊在你家门口 那叫真恶心 好不好 如果你出来卖 我就摆明 我也不挂牌坊 反正我就出来卖 我讲真的 出来卖也没关系嘛 又不偷不抢 对不对 自己自食其力 是不是啊 OK啊 我出来卖 我就出来卖 好嘛 那你一天到晚 骂那个出来卖的 好肮脏 好龌龊 好下贱 那你自己偷偷的出来卖 你还在门口挂个牌坊 他自己还卖 然后还赚这个钱 是不是 那这不是更恶心吗 所以我想真的 人家 人家老讲总统的时代 没有在那标榜什么 自由民主人权 什么什么东西 这些东西 没有 老讲总统摆明 他就是什么 动员堪乱时期 什么紧急的时刻 对不对 军政的时候 对不对 老讲总统摆明 他就是动员堪乱时期 好不好 一再一再的连任 金正恩 北韩 他摆明就是这样子嘛 好不好 中国大陆 中共这边 人家也没一天到晚 标榜什么 自由民主 言论自由 也没有 好不好 也没任何反威权 老讲总统 金正恩 金正日 中共 都没有在一天到晚 嘴巴里面标榜这些 一天到晚嘴巴里面标榜 什么反威权 反富权 反什么威权复辟 然后什么自由民主 这些 就是你民进党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E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您 呵护前家人 专属里的KS Royal Care 暖光清爽高防晒凝露